一、二、三、四、五 跳舞其实是一直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对跳舞感兴趣 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研一 我就一直在学校就是那种 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唱歌跳舞的那种人 我虽然是一名高中的化学老师 等放了学之后呢 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音乐当中 每一个跳舞的人我觉得是都很真实 跳舞没有任何的舒服 你怎么跳都是对的 只要你想这么跳 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完美地诠释出来 我没有什么觉得入行的感受 我只是跳舞而已 玩呗 就是开心大家一起跟两次跳舞 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想象它会变成一个工作 就是兴趣爱好 你在05到10之间 好像不太有人敢相信 跳舞可以跳一辈子这件事 慢慢慢慢在这十年之间吧 跳舞的人群包括社会认知 其实是以一个非常庞大的增长速度在中 慢慢有这个行业的需求出现 我们开始做这个行业 所有的舞蹈都是在用肢体预言去教育 如果你的动作 如果你的身体能够契合音乐 表现音乐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感觉 很多人都说我慢慢慢慢地 就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就是我现在穿衣服特别敢穿 傻傻的衣服都敢穿 比较开心 我现在是看不到一个 我停止跳舞的原因 甚至它是我生活当中 最让我开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跳下去